《传承》 《传承》 1992年7月16日的傍晚 北京王府井大街北端出现了少有的拥堵 原因来自不远处的这座首都剧场 这一天是话剧茶馆第374场演出 当时很多观众都在传递这样一个消息 这是原班人马最后一次登台 听说最后一场就过来了 过来了说没票根本找不着 有一百多个观众没票进不去 开演以后还站在剧场门口不走 观众的声情让一位因为生病而出现出错忘词的老演员更加紧张 他就是于世之 我们三个人的话中是紧张级了 谁都不敢大声说话 他就跟我们提软 他说我台上要是有忘词的地儿 你们都是地儿 蓝天也说你放心 你只要一打河辈 我给你接过来 每一个比较主要的人物一出场 拍地儿的哗 碰头好 这过去话就没有了 他们老爷 娘亲儿爷 人家两天 金里边 就这么棒 结果呢 他台上过来有一个地儿吃螺瑟 怎么办呢 有正容跟天也啊 这三老的细节是默契 在街面的混乱 这人缘最要紧 我就是一切都按照我父亲的老规矩 多说好话多请安 讨个人喜欢他就不至于出大刹子 大家很理解 大家在等待 因为知道他身体不好 演出结束 大幕缓缓闭合 演员谢幕 大幕再次拉开 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 那一刻都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份特殊的记忆 我就觉得 对这些老艺术家的那种敬仰 对那种钦派反应 就都在掌声里头 哎呦 特激动 我都跟着一起 我就觉得眼泪都一直老在这打撞 演员退得下去 观众 是只你好 是只你好 我想他们比观众其实更眷恋这个舞台 他们是拼尽了自己所有的心力 去演绎这样一部时代沧桑 就说是一男观众 喊了一句 余老师再见了 这时候一只 眼泪马上就下了 这时几个观众跳上舞台 自发地献上一条横幅 横幅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戏魂国粹 这是观众无法言说的爱与欢喜 这个条幅至今珍藏在北京仁义博物馆 1957年 老舍原本要以新中国新政策为背景 撰写剧本秦氏三兄弟 但在仁义导演焦菊尹的建议下 把剧中一场描写茶馆的戏进行了扩充 三个月的时间 一部传世之作诞生了 降临在大跃进的特殊年代 茶馆有些异类充满勇气 从此 这出话剧记录了戏里戏外的社会演变 和茶里茶外的思想变迁 茶馆中的人物从青年到暮年 怎么才能演好 作为导演的焦菊尹提出了要求 所有演员深入生活寻找原型 我们都去找那个老式的茶馆 那老式茶馆有的茶馆还带说书的 同朝演那个太监 那个太监也是演绝了 然后北京还有几个老太监活着 再去访问他们 就是了解这找人知道这太监的生活 什么什么 那个时代的什么样 告诉你 谁敢改主宗的战场 谁就得掉脑袋 黄东若是最典型的 接到这个角色以后 在家里边就改穿长袍 买了一黄鸟 全部心思就养在这黄鸟上 我当时我们那个营 有营手营的吗 营手营的 他说我得养啊 姓怂爷吧 特点是怂 他说啥事啊 怂 每个动作都是喜 怎么琢磨到家了 就这种精神 是人意的精神 焦居尹喜欢茶馆的淳朴厚重 钟情茶馆的意味深长 作为导演 他要让这间茶馆活生生的立在观众面前 一整夜到天亮 跟舞台设计两个人摆着八个桌子 怎么摆着 就是这个人物怎么上场 怎么下场 这个人物怎么上场 怎么下场 茶馆的第一幕场面大 演员多 在西壤杂踏的茶馆里 如何掌握演员节奏 这对于导演来说 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开幕的造气氛 那个排的时间最多 导演要求每一个桌自己做小品 就是一开幕像一个大脚响乐 每个桌哇哇哇哇哇都得说话 他不找着一个那个那个卖那个圣经的吗 拿那个人呢 走到哪个桌前大伙一看 这是一个好像跟外国人跑腿的 叫做第一头不言 这时候就去圣经下去了 一到那桌那桌 或者圣经就下去了 而当年排演茶馆第三幕的过程 颇具戏剧性 开头这幕戏排老排不出来 教育上说你们冲我眼试试 才改变了就是原来老几情绪 一谈到老死就变其情绪 这人要将死的时候 他是最放松的时候 教先生肯定了 教先生说好 就这么严 于是就形成了最后这道戏 由于当时还没有音效设备 演出开始后 无论角色大小几乎所有不在舞台上的演员都在大幕后面做效果 茶馆第一幕精彩的背景声都是由这些普通的老道具完成的 因此每次演出的时候台上一出戏 后台也有一出戏 1958年3月29日 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 曹宇看过戏后兴奋的对焦局引说 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第一幕 就是这样一部精彪细夺的好戏 却没能躲过特殊年代的挫折坎坷 在连续演出52场之后不得不停演了 这一停就是四年 1963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 茶馆再次登上仁义的舞台 但是没有人想到 一场更大的劫难却在等着这出戏 1966年被打成黑样板大毒草的茶馆 再次被叫停 老舍和焦局引没有想到 自己几乎用生命爱着的一部戏 带给自己的却是灾难 1966年老舍在太平湖静坐一天之后 投湖自尽 1975年保守迫害的焦局引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9年的春天来得并不早 但这个春天中国处处在回暖复苏 老舍焦局引相继获得平反 收音机里也开始播放话剧蔡文姬的录音 这一年是老舍八十诞辰 北京人已做出了一个颇具胆量的决定 由当年茶馆的导演之一夏淳担任导演 副牌茶馆第一幕 经过了文革 茶馆的那些词 好像就是为文革写的似的 觉得就是在写他自己 就是在写他的遭遇 老一辈的演员们 焕发出的艺术青春洋溢的整个舞台上 一会儿诗之上来了 一会儿黄宗乐上来了 一会儿郑荣上来了 一会儿蓝铁也上来了 一会儿董星吉上来了 一会儿谁谁谁上来了 还没说话呢 只要这个人一露面 掌声雷动 因为他还活着 1999年北京人已重排茶馆 一个并不年轻的导演 似乎站在了传统的茶馆对面 他要排一部与原来不一样的茶馆 这个人就是对传承两个字 有着自己理解的导演林兆华 这一决定 所有人都为之兴奋 兴奋不是主要的 我跟你可以说 就是压力比较大 因为老板在那搁的 喝茶的 当年曾经坐在台下观看老一辈艺术家表演的中青年演员们 也同样面临着如何接过那些曾被赋予了生命的经典角色的挑战 我觉得黄宗华老师演成那个样子了 我去怎么演绎这个人物 这对我来说 可以说比任何一个演员压力都大 林兆华在舞美上也打破了原有的胶板茶馆的形态 让布景参与了表演 创新当然从不会风调雨顺 这种改变引发的议论和评价差异迥然 就我个人来看有些不受用的地方 如果这个舞台的空间要上升到戏剧的表达 它一定不是装饰 它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整体的表述中间来 前辈的还是沉浸在老茶馆的那种氛围 他们摆脱布料的那个陶醉 从舞台上也有很多创新 也不尽如他们的满意 肯定不满意 争议为北京人艺提出了一个 期待解决的课题 经典剧目该如何传承 如何创新 新的时代赋予艺术创作怎样的空间 才能以一种可贵的平衡 延续茶馆的魅力 保存经典的生命 一个艺术发展 首先是创新 绝对要于是做这种事业 失败了都没关系 在变与不变的争论中 一部茶馆已然浓缩了历史 可以说茶馆是中国话剧人精神进化的情语表 也是北京人以创作新老交替得以完成的象征 2005年 焦局银版的茶馆恢复排列 导演同样是一心求变的林兆华 那个创立传统写满传承的茶馆再次开张了 那一年恰恰正是纪念焦先生的一个诞辰日 林兆华说好 回到原版 我那些创意不要了 又回到焦先生排的 保茶馆所有所有结构 那个舞台的样式 演表演的那个解释 又我都回来了 那是我的亲生女孩 那是我的亲生女孩 你养活不起 你这是冲谁拽列子的 花钱喝茶 难道还叫谁管 停二年 这是你怎么这么闲的 神喝茶馆去了 你也没带着一起人来 我来看看 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我这也就是一边做一边小伙子 谁让我爸爸做的早 不干也不成 那只吃这个混饭吃 考虑这赵主 都是我爸爸那边的老朋友 又不拥的不拥的 逼连也就过去了 大伙子都不拨 我就是 看着我爸爸留下来的老伙子 多起来 多说好话 讨个人人喜欢 就不至于出大探子 这不是一次无奈的妥协 也不是规则的恪手 是坚持 是痴迷 是热爱 是情怀 茶馆里继承的绝不仅仅是一出戏的编排和表演 而是几代中国话剧工作者对传统的敬重与执着 站在当下沉着而饱含激情的守望着这段历史 护卫着弥足珍贵的这一份家当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北京人艺的几个戏 第一个就会受到茶馆 第二个一定会受到蔡文琦 这演员受不了的告状 说句话还准备了 你想对这准备份演的 2012年5月25日 这天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保留剧目蔡文基 第四次副牌的首场演出 这次副牌由北京人艺的青年导演 唐叶独立完成导演的工作 人们从四年八方赶来 只为一堵新版蔡文基的风采 因为是首场演出 尽管各部门早已就位 唐叶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今天第一天啊 不着急啊 刚才那个遗仗那什么非常好 我们明天提前一点一点钟 好吗 一点钟啊 蔡文基讲述的是中国历史上文基归汉的故事 这次副牌演出扮演蔡文基的是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于明家 这出戏在北京人艺所有保留剧目中 有着其独特的位置 北京人艺的几个戏目 第一个就会说到茶馆 第二个一定会说到蔡文基 像李承飞式的东西 新版蔡文基不仅要把几代创作者的集体情感原汁原味的展现给当代社会 更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尝试用现代的表达方式向观众展现一种清新简约震撼人心的大情大爱 因此人们说这也是仁义历史上最具人情味的蔡文基 可能前两版更突出一种诗人的情怀 更突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情怀 更突出一种京剧的这种身段这种感觉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话剧领域乃至整个文化界 呈现着对前苏联的直接效仿与膜拜 对于斯坦尼体系的片面尊崇 成为当时中国话剧具有时代属性的普遍现象 我们过去自己学习那个斯坦尼体系啊 没太明白 就是只是知道从内心出发 怎么个出发不知道 就表演情绪了 悲伤就是悲伤 忧愁就是忧愁 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 反映出当时中国话剧舞台上僵化的现象 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分别做了 关于中国戏剧和音乐 应该走自己民族化道路的重要讲话 不遵从中国的风格 忘记了中国的民族传统 我觉得那个道路是很危险的一条道路 早在1931年 焦居尹就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对中国传统戏曲有了深入的研究 他的心中装着一个伟大的梦想 他要把传统戏曲与话剧 电影艺术手段结合在一起 新中国的成立 为他早年的梦想提供了舞台 于1957年首演的《虎夫》是焦居尹与郭沫若 关于话剧民族化的首次合作实验 也是对话剧民族化的实践探索的一次大胆尝试 他把中国戏曲的表现形式几乎照搬上了话剧舞台 然而这次尝试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这演员搞不通啊 我这话剧讲的生活化真实啊 我在台上跑圆场 我就像这么来那城市化东西 抖水秀 他还真就让你抖水秀 那水秀都那么长 比京剧那个还长 演员台词要上运 不能像平常说话这样 走路要学京剧演员 走台步要走得好看 他太不喜欢了 说句话还等那个我 你想这没法演呢 这演员受不了 就告状去啊 这哪还叫话剧啊 有些人对焦剧云强迫演员学习戏曲非常不满 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面人焦 意思是说他把演员当面人来捏 大家议论纷纷 剧院的书记赵启阳决心全力支持虎福 对戏曲的大胆借鉴坐镇排练 一切全都服从导演的 导演怎么说你们怎么做 而且赵启阳从那开始 搬那把椅子往拍摄上一坐 坐镇排摄上 我看你们演员 不许反对导演的这个尝试 这个探索 就演出来 公演当天 郭沫若与焦剧云并排坐在观众席里 没有做过多的交流 等到戏一完 郭老一刻站起来说 点诗成金 点诗成金 教授说 不 您是大手笔 您是大手笔 郭老满意极了 后来演出的时候 总理也来看 周阳也来看 总理就提出 向经济学习 向地方去学习 这个方向是对的 虎福是方向的坚守 也是焦菊吟 把民族传统与西方美学相互融合的结果 这次民族化的实验 全面开启了人意演剧学派的转折历程 更发起了中国戏剧观乃至艺术价值观的一次积变 然而 初创期的民族话剧注定难免幼稚并充满遗憾 按照焦菊吟先生就说呢 说我第一次尝试在音乐的部分 我在虎福当中呢 探索的还不够 所以下边就想找一个 音乐性比较浓的 这么一个戏在待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了一双儿女 我却无时无刻不再怀念他们 我要的就是这样 保留他的光彩 这部能够对虎福进行洋戏的大戏 正是蔡文记 作者依旧是郭沫若 1928年 郭沫若流亡日本 1937年 他告别妻儿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 这段谷肉分离 与国家危难的艰难经历 郭沫若写进了话剧 蔡文姬的剧本中 1959年初春 郭沫若仅用了七天时间 一挥而静 那么他在写这个 蔡文姬这个戏的时候 他写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是把自己的情感置入进去 他是含着眼泪写的 郭沫若曾经说过 这个蔡文姬就是我 我就是蔡文姬 我留下了一双儿女 我却无时无刻不再怀念他们呢 侄儿侄女有四姨娘在照管 他们是平安无事的 你请放心好了 大姐 请你多想些更快乐的事吧 与苦福不同 在话剧蔡文姬中 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 生硬肤浅的借鉴痕迹 也没有了对戏曲外在动作的简单模仿 而是充满对传统艺术精髓的关照和审美 夫人啊 东宫印未有世家 蔡文姬已无悲愤 这是天作之河 就让我们俩老夫老妻 来替天行道吧 特地尹先生拿的这一本 第一个反应就是康阿拉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曲本 长顺秀没有了 就剩了一个短顺秀 叫简秀 也不那么绕翘手指了 就把它跟生活更接近了 不识真实 又表现力又很强 甚至有很多地方 有那种非常美的诗情画力 蔡文姬的舞台不仅学习借鉴民族传统戏曲的艺术表现形式 一貌取神 运用大写意识的手法 在观众的自由联想中渲染诗意般的意境 1959年5月21日 艺术的殿堂 文革结束后 一度被教廷的话剧民族化实验迅速展开 蔡文姬成为北京人以恢复上演的第一个传统剧目 雕光潭 蓝天野 苏敏凭着记忆完成了这次复拍 我们不只是保留了这出戏 而且我们保留了焦俊先生 蔡文姬的前三幕 保留他的光彩 辉煌 那时候真没有想到说 我们有一天还能演戏 有一天还能演像蔡文姬这样的戏 经过一个十年浩劫 一个文化的那样一种干枯 一种干旱的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间 一下子有这样一个灰房的舞台 有这样一个叠级特色的表演 前辈们被压抑的那些风采 一下子就迸发在台上 就是要喷射出来 一开始卖票 观众一心疯忙前一拥 来我们守着剧场 那个大门的那个柱子墙作为吉他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以此宿命的相遇 改变人意引进巨木的面板 以此偶然的发现 造就了中国小剧场的实验法剧 请收看人民的艺术 第三集 1991年 北京人已将民族话剧的视角 徘徊在儒道之间 使创作气质出入于孔孟老庄之门 借话剧李白 把民族话的诉求投射到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层面 取得了中国话剧学态的新收获 你像李白这个戏 他又有诗 又有文言 又有大白话 李白可能还骂个大白话之类的 如何让演员去掌握 去分开 这些方面 我觉得他是很讲究的 没有身后的这点积淀 他排不了 于是只提出了一句话 说这个戏啊 应该排得更空灵一些 这话说起来很容易啊 把空灵两个字 落实到舞台形象上 落实到舞台的行动上 落实到整个的创作思想上 要回家 演古装戏一定就那么演嘛 我想把生活画注入到李白的这里面来 但是我当时的那种方式呢 可能也还不成熟 我父亲总是要求我这时候 要把台词表现得充满着激情 我说 不对啊 我看浦哥李白的那天 苏敏老师夫妇早早的来了 我们是在一起看的 看完以后 浦哥卸了妆 我们就去仁义旁边 那个楼上去喝粥 一边喝着粥 大家就在谈这出戏 在那个过程中 浦哥跟苏敏老师 为李白怎么处理 父子两个人在争执 两个人倾情投入的在争执李白 我坐在他们的旁边 我听着外面稀稀利利的雨声 看着眼前一点一点凉下去的粥 看着他们父子俩的眼神 我的眼泪一次一次涌起来 一次一次压下去 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父子两代艺术家的那种真诚 人意的舞台上 对民族传统的重视 不曾脱离对当下自我的重构 因此每一次传承 总会伴随激烈的争执和坚守 2000年话剧蔡文基再次复排 排练场上主演徐帆和导演苏敏 因为一句台词的处理 争论起来 就因为是不是蔡文基 你是不是角色 这个吵起来了 我父亲说你怎么能够不承认自己是蔡文基 你应该承认自己是蔡文基 其实我怎么是蔡文基 我才不是他 你如果完全是那种朗诵式的台词 可能底下的观众 今天的观众他接受不了 他就觉得跟我太有距离了 我不想这么听 你要是完全没有吧 他就显得垮 显得特别懈怠 所以这个就是特别忙 我当时一直 就是当时也因为这个事 跟苏敏老师也有一些 不是太那个能够统一的 画剧的民族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因此需要创作者持久关注自己的时代 也要对传统有更新的继承和创造 我们很难想象 当戏剧没有了民族的脊梁 是否还能够真正走进中国人的内心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被称为人民的艺术舞台 还需要更久远的历练 需要更频繁的争吵和思辨 此时也许可以设想 同样指导蔡文绩 作为第三代导演的唐叶 将与焦菊尹有着怎样的跨越时空的对话 大幕即将拉开 护家十八坡的乐曲将再次响起 面对这样一部经典 这次的排练 我们加重了情字 如果焦先生活到今天 他会对蔡文基这部戏 做怎样的改革呢 面对现在的创作者 和现在的演员们 他会说些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